香港网红马蜜高 在YouTube拥有23万人追踪频道 近年来他也积极拓展华语市场 也来到台湾生活 没想要近期他在影片中探讨香港与台湾的文化差异时 直言台湾人很假 也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 言论引发不小的争议 大批网友到他的影片底下留言 批评他不尊重台湾的文化与习性 如果这么不满意台湾的话 不如早点滚回香港 马蜜高日前发文坦言 在影片曝光之前 最近做好了被骂的准备 而这次他的内心十分平静 也没有要对影片或报道做出任何补充 因为他相信自己所做的 他也认为台湾的形象不会是自己说了算 而离人区台湾网友的发言 才真正代表台湾人的形象 也在某程度上证明了他的观点并没有错 马蜜高也无奈地表示 下次还是去夜市吃吃喝喝 狂赞台湾比较好做 请不吝点赞台湾比较好 请不吝点赞台湾比较好